近日,谭永玲和老友李克勤参加了一档新音乐综艺《时光音乐会》,最近一期被李克勤的现场感动到泪流满面。 据悉,节目当期是所有嘉宾翻唱谭永玲的金曲。 李克勤在表演之前,在台下动情地清唱了,自己在2013年左邻右邻的演唱会上,专为谭永玲写的那首《校长》。 期间,谭永玲情不自禁,泪流满面,用力抿住嘴巴,不出哭声,眼眶通红,情绪难以平复。 李克勤也表示,为了忍住不哭,一直没敢看谭永玲的脸,就想为对方完整地唱完这首歌。 李克勤还表示,早就把谭永玲当爸爸,自己婚礼上,谭永玲做的就是长辈席位。 在场嘉宾,无一不为这段忘年交的情谊而感动,喻可为也是哭到不能自己。 眼控发红,打着纸巾不断擦眼泪。 53岁的李克勤和71岁的谭永玲是真正的忘年交。 两人的真挚情谊,在娱乐圈可以说是一股清流。 谭永玲的音乐成就,在香港乐坛,可以说是空前绝后。 谭章争霸,也持续了十几年。 在事业巅峰时期,谭永玲对记者之言,最爱的歌手是李克勤,还强调他会是我的接班人。 结果,意外让后备李克勤陷入舆论压力。 2003年,两人都需要开记者会,宣布演唱会加场,就商量一起招待记者还省场地费。 当时,台下有位记者感慨,还以为他们两个人会一起合开演唱会。 就这一句话,促成两人合开演唱会的契机。 2003年,两人正式组合,举办左邻右离演唱会。 而后,给观众带来一场跨越13年的市厅盛宴。 对于两人合开演唱会也是,很多人说是谭永玲特意在帮李克勤一把,用自己的名气、资历带动李克勤的发展,和他共进退。 对此传闻,两人都未曾正面表态,但李克勤曾当众多次感谢太永玲,称对方在自己事业低谷时没有想过放弃,而是一直支持,鼓励自己,给自己最大的帮助和信心。 除了事业上彼此鼓励,私下,两个人也是交往密切,经常相约一起踢足球。 从照片看,两人精神状态十分好,一点也没有人到老年的脆弱感,反倒像一对同性未明,体力出众的精神小伙,依旧帅气。 李克勤曾经表态,自己没有资格做谭永玲的接班人,但是,不会辜负他的期望,一路相持走来,两人是朋友,同事,也是亲人。 由于是两颗真心的双向奔赴,是你帮衬我,我也感谢你,是你挂念我,我也担心你,愿大家无论岁月如何更迭,仍有老友陪在身边。 1992年,25岁的李克勤刚刚写下《红日》,后来,这首歌曲《红遍大江南北》成为其代表作,而此时的谭永玲,早已是功成名就的歌坛巨星。 谭永玲比李克勤大了整整17岁,两人有着近一代人的年龄差,却没能阻止他们成为莫尼之交。 两人的关系,亦师亦友,更有人说,亲如父子。 90年代初,刘德华、张学友、黎明、郭富城正式受封为歌坛的四大天王。 而李克勤,没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。 有人说,李克勤时运不济,但谭永玲始终相信李克勤的实力。 2002年,李克勤长久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。 在第二十届香港十大竞歌金曲颁奖典礼上,李克勤获得了最受欢迎南歌新奖,而颁奖者正是谭永玲。 2013年,谭永玲与李克勤合作开启了演唱会,名字就叫左林右礼。 因为谭永玲是前辈,所以以左为尊,这场左林右礼的音乐盛会持续了多年。 足迹遍布国内多个国城市,每到一处都掀起音乐风暴。 直到2014年,演唱会才落下了帷幕。 虽然演唱会不再举办,但左林右礼的组合依旧坚不可摧,成为了华语歌坛的中流砥柱。 就像李克勤在《红日》里所做的歌词那样,谭永玲像师长,像朋友,像亲人一般,始终陪伴在李克勤身边。 两人的身后友情持续了近30年,这份友情从过去到现在,从未来都置之不移。 活在记忆里的歌不会被遗忘,而影响一代人的音乐人更不会被人遗忘。 29年后的《红日》还是熟悉的旋律和歌词,而演唱形式则被李克勤赋予了更时尚多变的元素。 年过五旬的李克勤,脸上没有留下过多岁月刻下的苍伤感,挑避着他直呼想来点不一样的。 在现场乐队的即兴配合下,带来了改编版的《红日》,做了51年歌手,拥有上百首经典代表作的谭永玲,在时光音乐会上带来了一首应景的《朋友》。 这个瞬间,左邻右里的组合再次回归,带人回到那个热情澎湃的青春岁月。 李克勤还在现场对谭永玲深情告白,我和谭永玲的关系是不能用任何文字来表达的,因为所有的都在心中,从以前到现在再到将来。 这句感人肺腑的话,让谭永玲瞬间为之落泪。 有道是,男儿有泪不轻弹,但有一道深处,仍是妻子男儿也会感动。 张显一代人回忆,青春与情怀的时光音乐会,是湖南卫视启用青春中国全新口号后推出的讲清音乐综艺,置身于张家界市武林园区的好风光下。 在极具设计感的美丽民宿里,多位音乐人聚在一起,创造了一场音乐的时空纯响之旅。 时光音乐会是一场温暖亲切,轻松治愈的户外音乐会。 它脱离了华丽的静演舞台和紧张的赛制PK,回归音乐本身,以治愈系的分享音乐会模式,打动观众的内心。 节目组受邀跨时代的势力歌手们,轻轻演绎经典歌曲,以全新的方式讲运藏在经典音乐背后的故事。 歌手们相互翻唱彼此的代表作,以音乐为桥,分享不同年代的时光记忆。 时光音乐会,用音乐打造了一台能够回到过去的时光机。 节目组通过嘉宾给过去的自己写一封手写信,再围炉夜话时读信,演唱自己过往的经典歌曲等形式。 让嘉宾带领观众回到一个个经典的音乐年代,回温并了解那些歌曲背后所蕴藏的深厚情感和动人故事。 在关于音乐的回忆,分享和交流中,每位时光音乐人在这里卸下包袱,拥抱自然,敞开心扉去倾诉,讲述自己的音乐历程。 在时光音乐会的舞台上,当他们再次唱讲经典歌曲时,不仅是在表露心声,同时也在时光回顾中追寻属于自我的人生意义与音乐价值。 温信动人,又赋予真情实感的时光音乐会,自然有着激动人心的力量。 第一期首播后就获得收视,三,往第一和同时段综艺里收视最高的成绩。 它的创新模式和人情味满满的内容,引起了网络热议,治愈性和力量感获得许多观众共鸣。 以音乐治愈烦恼,以歌声唱响时代,无论是音乐本身动人心弦的力量,还是音乐人的创新演绎和背后的感人故事。 时光音乐会在不经意间深深打动了我们,这场纯粹而又别致的音乐聚会,你喜欢吗? 在这场纯粹而又别致的音乐聚会,你喜欢吗?